去日本必吃的烏龍麵 很多人都聽過讚奇烏龍麵 不過您知道嗎 烏龍麵其實有分三大派系 像是群馬的烏龍麵 就要講究配菜很豐富 跟讚奇烏龍麵 主打一個簡單風味 多半都是一片豆皮就可以 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不過同樣都有自己死中的支持者 職人一刀一刀 切出整齊又寬扁的麵條 當天現桿 現切 現煮 剛煮好的烏龍麵拉起再冰鎮 增加嚼勁口感 豐富擺上肉片 豆芽 高麗菜 搭配費13小時的醬油柴魚高湯 或是獨門的辣味噌 仿佛一秒來到日本 麵很Q彈 內容很豐富 就是很好吃 小朋友同言同語 這句好吃發自真心 特別之處就在於 這碗烏龍麵不是一般常見的 讚奇烏龍麵 是群馬縣的水澤烏龍麵 我因為這兩邊的烏龍麵的派系 我都有去學過 不過發現到是說 我們高崎這邊的話 反而是單點的比較多 而且我們以蔬菜為主 原來烏龍麵依據配菜不同 還是一分三大流派 有菜有肉 麵條比較硬的是群馬的水澤烏龍麵 另外還有秋田的稻亭烏龍麵 跟大家最熟悉的香川讚奇烏龍麵 採用日本香川蟹麵粉 及關西濃口醬油 遵循古法製成的讚奇烏龍麵 讓陶客一口一口停不下來 讚奇的風格就是簡簡單單 一碗豆皮烏龍麵或胡麻雞肉冷麵 加上燒餃子唐陽雞任君挑選 採自助式也是讚奇的特色之一 讚奇烏龍麵的特色 他是很簡單的鹽水麵粉 所以麵條吃起來會比較Q 原來烏龍麵不只一種 下次就知道不會再搞烏龍 記者盧俊明 許凱迪溜知 記者盧俊明 台中報道